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这是一个粉丝朋友寄过来了一个 跳广场舞音箱上面的一个主板 他说这个主板的上面不选择了 寄过来要我给他看一下 他说这个是找别人修过的 他说这个东西有问题 这是一个蓝牙模块 当时我说那你寄过来看一看 我们看能不能把它修好 他这里写的是DC13.5V 也就是说他的供电是直流13.5V 那么我们直接用我们的可调电源 给他通上电来测试一下 由于我没有这种插头 我就直接焊了两根线 这个是D线 这个外壳都是D 那么就焊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里焊了一个正极出来 我们用可调电源加到13.5V来试一下看 那么通电之前 我们还是测一下正负极 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 我们用这个2G管档测一下看 这个没有明显短路的现象 那么我们再进行通电 那么我们这个是正极 我们接上可调电源 正极 然后这里是负极 我们接上负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可调电源 上面已经有了电流 34毫安 这个开关应该是打开了 这个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我们来测一下电压 我们首先测一下这个 这里应该是个12V的滤波电容 我们来测一下这里有没有这个12V 13V正常 13.5V正常 13V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看 这上面有没有什么这种DC转DC的这种电源IC 这里有一个11175.0 那么就是一个5V的三单纹牙 那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5V 因为它这个不选择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主控芯片没有工作 或者是说这个屏幕的这个驱动芯片没有工作 那么这个芯片没有工作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供电有没有 我们拆一下这个供电 我们看这个5V有没有 这里是地线 我们直接测这个 输入13V正常 这个是地线正常 然后这个输出 这个输出没有电压 那么这个5V输出没有的话 那么肯定这个东西是不会亮屏的 因为这个5V的话 不仅给这个 它这个应该是这个 数码管还是什么 给它提供工作电压 然后它这个驱动它的这个芯片 也没有工作电压 这个主芯片也没有工作电压 那么肯定就不会亮的 那么这个地方 有输入没有输出 这种情况我们之前给大家分析过 要么就是这个后级短路 要么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我们来测一下看 我们先把电断了 那么这个我们首先测一下这个短路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就拆下来换一个 我们先测一下这个后级有没有短路 我们红表皮接这个D 我们用这个二级管挡 我们黑表皮接这个输出 这个脚 这明显短路了 0.005 我用这个封面挡 应该会响 这明显已经短路了 那么短路的话 因为它这个后面元件比较多 我们就用一下这个烧机大法 就是说把这里通过我的可调电源 因为知道这里是5V 我们通过可调电源 调一个3-4V的电压来进行一个 烧一下看 看哪里发热 就是哪里的问题 但愿不是要这个主芯片不要坏 如果这个主控芯片坏的话 就没法修了 好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可调电源 调的这个是4V电压 我这里我就焊了一个线 直接把这个夹子加上去 我们看一下 在明显短路 大家看 这个电流有200多好安的 把这个电压都拉得只有0.6V了 那么我们摸一下看看 哪里有没有短路的现象 这个没有哪里发热 我们把这个电流 电流是让它大一点 我们把这电流调大一点 500多好安的 还是不怎么明显 我们再稍微调大一点 这都快一安了 800多好安 那呀 这里好烫 这个位置 现在800多好安的话 这个主芯片很烫 这手都不能摸了 那么这就是这个主控芯片坏了 他当时说是这个芯片坏了 应该是说错了 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 那这就没办法修了 为了验证一下我们这个烧机大法 判断了这个故障准不准确 我打算把这个芯片给它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然后再通电这个5V 来验证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拆下来 好 这个芯片我已经拆下来了 这个焊盘也清理干净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加一下 这个可调电源 加上一个5V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电流还大不大 刚才是直接把这个5V电压 都拉下去了 我们来通电 现在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可调电源 只有26毫安的电流了 那来证明就是这个芯片短路了 导致把这个5V给拉下去了 现在把这个芯片拆掉之后 就说这个短路的地方把它拆掉 那么现在这个电流也正常了 这个5V也正常了 9到5V 也正常 24毫安 这现在也没有哪里发热的 但是这个芯片是主控芯片 它带程序 所以说也没有配件 那么就没办法修了 只能报废了 好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